真言中普贤流佛学会将于5月20日在高雄道场举办御佛法会 真言中普贤流学会举办许多活动与佛法讲座 有侧圣金刚上师专题讲座 走入和平的世界以及佛花德佛等项目来利益众生 而为庆祝本师释迦摩尼佛2562年佛诞 更于5月20日在高雄道场举办御佛 欢迎信众同瞻法意 多年来我们在佛陀的教育的体系之下 我们得到了身心灵各方面的吉祥如意 而且多年来本道场也凭着这一方面的回馈 那么这一方面的祝福来加益所有一切的同修 那么顺势于我们办很多的活动 都帮助了好多迷惑的人 烦恼的人得到了解脱自在 所以我们发现佛教尤其是佛陀到人世间来出现 这是我们人间的一大福音 欢迎各位到时候5月20号到高雄道场 这边来御佛 那么这个来感受佛礼本身的慈悲 它的清静 它的福报性 以及它的这种大智慧的内容 侧胜金刚上师开示 信众至道场遇佛 可以感受佛礼的清静于福报 并洗敌众生的成垢 领略佛陀的大智慧 十方新闻 黄慧如简御林 高雄采访报导